在國民黨的體系裡面 如果中常委都能夠推翻 這樣的一個 一個就是侯友宜的徵兆 那國民黨也不用混 那是不可能的事 好 當然我最近看到郭台銘跟侯友宜見面 大家都在 都在 都在講講講關公 因為他們兩個都拜關公 這我就知道了 侯友宜 我很早知道他們 他們對關公的那個信仰 是內化到自己的性格的一部分 就是不知不覺都都會 都會覺得把自己的所有的言行 都用關公的想像 那個關公的標準去衡量 可是我提醒 不管是侯友宜 或者郭台銘 就是到底是拜關公 還是拜公關 其實不一樣 那你或許覺得有些人是拜關公 可是有些人看起來是拜公關的 那誰在拜關公 誰在拜公關 你要看清楚一點 那但是不管怎麼講 就是你說公關也好 關關公也好 關關公 謝龍介的那個閩南語 我比不上 我不學了 那個 反正其實基本上面就是關公的他 他是對於對中國人所認知的一個 一個男人性格當中來講 應該要追求的典範 因此大家講到講到關公的時候 都會覺得形成一種一種道德的壓力 尤其你平常在談關公 談得這麼的 狼狼上口的時候 到時候檢驗的時候 那個壓力一定是很大的 可是另外就是說 我覺得 我覺得關公的故事 終究是在桃園三節議裡頭 那今天呢 今天這場的選舉 我個人認為啦 我個人認為賴清德 或者民進黨的選情到這裡 就到頂 他不會再上去 也不會再下去 他就是停 停在那邊 因為所有的內外的環境 對於民進黨非常的不利 我甚至於公開講過 我說賴清德八月要過境美國 你等著看 他在他在 他在美國過境的時候 會非常的 非常的暗淡 美國呢 從多到尾 都給他非常冷 冷的待遇 冷到呢 甚至於連蕭美琴要在交涉 基本上面 美方都不接電話 就是大概 我的瞭解 大概美方只承諾 給你一場跟僑戒的晚宴 而且不得公開 而且告訴你 美方沒有任何官員出來 出來見你 你也不要跟我去搞什麼 要跟什麼麥卡錫 見面等等 你千萬不要跟我搞這事 對於臺灣對外交部 對蕭美琴 對賴清德 再三警告 所以賴清德這次的過境 會非常的困難 我甚至懷疑 巴拉圭的總統 還沒有當選 就來到臺灣 這在過去沒有 過去你看到的友邦 都是快要卸任了 來領紅包的 這個總統是還沒有上任 就來了 我都懷疑 就是說你這個時候來 是因為你擔心賴清德 下個月沒有辦法到嗎 好 那不管怎麼說 你現在當當內外的形勢 對民進黨非常不利的時候 這場的選舉 接下去了半年 其實就只看一件事情 你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不管是郭台銘也好 不管是誰也好 這場的選舉 最後的結果 只看一件事情 就是在野勢力 如何去整合 但是目前的氣氛 看起來我確實覺得 就包括說講到昨天中常會 只有一個人 雖然這個挺郭的人 還是有一些動作 還是不管他這個動作 為了郭 為了國民黨 還是為了自己 因為現在其實郭台銘的資源 非常多 大家都很希望從郭台銘 那邊能夠爭取到一些資源 不管怎麼樣 但目前看起來 只要國民黨中央站得定 坦白講就諸侯聯盟 看起來他們非常的篤定 如果再加上金普通的話 大概就很難去動這個局 所以但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個局我覺得不太可能動 所以七月二十三號 原則上來說 我覺得應該很難去換猴 那如果說這個樣子的話 那接下來下一步 我就要回歸到一個 真正重要的地方 在於說 我認為郭台銘這段時間 之所以動作那麼大 真的不純粹是因為徵召的 過程當中所謂的有沒有初選 有沒有這個遊戲規則 因為我剛剛我就說了 他其實這個遊戲規則 你要當下要挑戰 你當下沒挑戰 現在來翻臉 沒這個道理 但他的道理在哪裡呢 他道理在侯友宜的民調很低 侯友宜望之不是人均 侯友宜看起來 他並沒有呈現出一個 等你做到這個位置上之後 你該要有的一個總統的格局 我覺得這是為什麼 讓郭台銘能夠有 這樣的一個理由也好 正當性也好 有這個彩火 能夠去這邊這段時間去 去這樣瘋瘋瘋瘋瘋的 這個謀無程度 不斷地對國民黨 對侯友宜施壓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自己的民調 起來 所以等到七月二十三號過後 如果說國民黨好歹就是 確定了不會換侯之後 我認為侯友宜還是有很多 自己要面對問題 因為待會我們會講到柯文哲 大家不要不要去 欽呼一個狀況 我認為柯文哲現在 已經把自己當作飛越聯盟 當中的老大了